第發售日不遠的全軍破敵傳奇特羅伊 最近情報越來越多 遊戲的內容特色也越來越明朗 大規模的工程戰正是新作的重點之一 遊戲中玩家會化身奧德修斯 體驗經典的史詩特羅伊工程 要攻陷這座布洛金湯的城池 可以採用許多種不同的手段來進行 首先最傳統的方法 就是靠著去的手段 巨大的工程塔 在鑑魚之中一步步接近城牆 讓士兵透過工程塔登上城牆 擊潰敵軍逼迫他們撤退 第二種則是將士兵藏在木馬造型的船艦之中 在夜色的掩護中偷偷摸摸的潛入城內 採用游擊戰術破壞城牆 讓軍隊推進至城內展開攻擊 讓經典的木馬突成劑在遊戲之中重現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不管是多堅固的城牆 在大自然面前都不堪一擊 例如遭受地震破壞之後的城牆 會變得殘破不堪 只要耐心的等待並把握實際進攻 整座城市將會變成你的囊中之物 全軍破敵傳奇特羅伊將在今年8 月 先在Apple Games Store 上市 全軍破敵的玩家們是不是都已經迫不及待了呢 就在從來 還會變得很難均衡